兩項文出席劇集 假設性無罪記者會 原來Edmond都整十七年沒有拍劇 對上一套就是做唐真 和今次要和這麼多位女演員做情慾戲 真是很大反差 情慾戲就我想 因為其實原來我們幾個都沒有怎樣拍過 尤其是我自己 我一個打四個 所以 多謝四位partner的信任 因為其實裏面這部戲有些 有些床的東西 有些在辦公室 有些強暴戲 所以對我來說 這個劇也是一次過挑戰這三四樣東西 但是到真的拍的時候 我反而不是擔心怕有什麼誤會的場面 我反而是怕弄到它 因為我們拍這場戲的時候 那個場面不是一張很舒服的床 不是一張很寬落的沙發 是一個很簡陋的舊的學校 然後為了我們的場戲 是重新搭了一個鬼屋出來 你想想 有一個很簡陋的搭出來一個鬼屋 那天還要是天時暑夜 在這間鬼屋裡 而去拍這些強暴的場面 我反而是 我反而 那個感受 大家都想到 是有幾爽的 是吧 但是 最糟糕的就是 原來那個地方比較差 我要去捉它的時候 難免都有些動手動腳 走來走去 我有一個鏡頭 我記得我要掩住它的嘴 但是 真的不小心 因為我戴了一隻錶 我戴了一隻錶 我拍了它在臉上 即是一觸發 拍了它在臉上 然後它叫我 原來弄花了它一點點的臉 一點點而已 好幸好 要不然它結婚那件事 就賴我